歡迎大家來到逢星期五晚 8 點半直播動漫廢物的 講述我謝波 去網站 acwebiz.caster.fm 就可以聽到直播 acwebiz.org 就是我們的主網站 由 MPV Archive 重溫 另外也會有 Podcast 和 YouTube 重溫 當然建議大家用 YouTube 啦 還有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就是我們網上恆黑的計劃 PayPal的頻道隨時是大家打開的 Irian近晚就很需要大家多多支持我們 不然有時是年關難過 什麼叫做有事 不知道 可能不是年年都那麼難 你說話都很多湧聚 可能不是年年都那麼難 明顯是說時間 沒話說就說時間 看到我們不回答他爹 真的嗎 真的嗎 一氣過不知說多少要說多久 就是啦 拖著先 害怕的嘛 那我們之後也是採取這個態度來對出來 這樣 大家好 Sunny 大家好 冰芝 阿斯迪 阿芬 大家好 我是很勤力但沒天分的阿基 那我們說書吧 我們說一下 之前我們也拍了幾次出來想說這本書 這本書就是 我可以讀一次嗎 嘩 我不夠人 你知我 你知我最近的文化水聽到 來來來來 有中文嗎 人家 這裏啊 山系之王 中文你又不懂得讀英文 這裏我低人仔 我真的不知道原來有中文 我一直都是叫他高丫媽傑 你就是丫媽傑 那大家 因為我去他的發佈會 他也是這樣說高丫媽傑 他從來沒有提過有中文名 山系之王炎 炎王的炎 怎樣 山系之王炎應該是今集的書名 應該是今集的書名 山系之王是今集的書名 是今集的書題 他中文也是高音一講山海經的 你讀錯了 山海有 有嗎 我看不好就知道太陽 你不懂字的嗎 你寫明了 你躲那麼遠 剛才你拿著來看的 山海游你寫得多清楚 總之有中文字 人家寫得多清楚 Gaype拍照給你看 山海游 誰都懂得看 誰都看得到 繼續說說 介紹一下作者 作者Miu當 我認識他 我聽過他的名字 就是在曼道那裏 他之前在曼道有參加過打雷台 有贏過嗎 即是打輸 沒有贏過 我不會輸 因為我只知道有參加過打雷台 那你會知道有誰參加過 因為你看到曼道那裏 但當時我沒有買曼道 你有買過嗎 我又買過 我有買過 你沒有給他 他曼道 剛剛小貝拿打色的時候 和曼道Battle 我也是有買的 Battle我是買齊的 那為什麼 因為現在開始有免費 為什麼你強調Battle買齊 其他那兩次你沒有買齊 因為小貝打色的時候 好像買到第九期 我就沒有買 即是曹總那裏你沒有支持 曹總那裏就是Battle 支持了 支持小貝 你不要打算帶我 你不要打算帶我 你擾亂不了他 小貝就支持不住 因為小貝第九期 小貝第九期已經被人介紹了 硬是要看的 然後他免費送的時候 免費的我就拿免費書看 我們在說什麼 高音阿KING 小貝有 其實他們有沒有 打雷台有沒有得出過台主 有沒有結果 完全不知道 應該是沒有的 以我們上次訪問的方塊酥和餅乾 我們應該是沒有的 感覺是他們真的被虛弱 為什麼訪問餅乾 他們是餅乾和方塊酥的嘉賓 你有沒有看星人五檔 那些都是這樣的 找不到 這個山海遊 高音阿KING是我第一次看他的作品 畫風就是偏向輕鬆搞笑 相對上是低年齡鄉的畫風 我想他也是 因為他後來聯絡 有些是書店和學校的發行 可能他會直接派到學校 他有編劇 有 編劇是蟹編 就是在漫渡兩位編輯的其中一位 我會覺得整本書都很完整 因為他講的 有很多故事你之前好像介紹過 就是講閻羅王放假 蛇王 不是放假 他自己放自己假 是一個CEO 他自己放自己假 走去行山 看到很多不同的怪物 後來發現了一個危機 原來鳥類 鳥系的動物好像發起一些 古靈精怪的陰謀都還沒有 然後他用一些自己特別的技能 去修復那群鳥類 當然最終的大腦是還沒有搞定的 但是這一部分 就是今期大概是講這故事 我覺得他的特色就是有很多 因為《生海經》 他的怪物是兇頭惡殺很壞的 很噁心的 而他全部都是Q版 而那些Q版其實也有趣 如果你說《For低靈靈向》 甚至乎 其實我看完這本書 我感覺到他 是想做Pokemon的 賣玩具 玩出遊戲 其實這些角色其實是有趣的 但因為我們經常講的問題就是 《生海經》的名字 其實是很難讀的 而他又沒有什麼旁駐 又沒有什麼什麼呢 我覺得有點困難 我覺得他旁駐偏少 其實他不是完全沒有 但始終我覺得可以再加多一點 但如果你是想有根康的Facebook 其實Facebook 早期差不多半年時間 他都在用這個主題 去推出一些公仔 其實如果你可能做過QR Code 或者有個網址 或者是你給現代科技 其實現在的年輕人都會認識 拿回去你的Facebook page 看 其實可能會相互相成 更好一點 否則你看到一個字 我又不會讀 我隨便自己想 自己想哪邊讀哪邊 自己想個字名 我就知道一定是錯的 如果你對小朋友來說 或是對學校來說 可能就有少少問題 他就是要你查字典 逼你去學習 神經病 山海經那些你查來做什麼 那些字沒有用的 或者如果你 那個態度 學的是那個查字的態度 你印個QR Code下去 你拿他去山海逆戰好過 好啦 這樣就雙虎雙情了 你坐去訪問要人怎麼辦 如果你問我 分快其上 如果你把那個名字 就變成英文拼音 純粹就像高Yama King Yama一樣 放在旁邊 Yama不是拼音 即是他當肥力這樣 肥力這樣轉英文拼音 放在旁邊 可能那些年輕人還會得到 肥力 肥力 可能那些年輕人還會得到 但奇怪的是 他有一些是有拼音 有些是沒有 他覺得你懂得讀 你不是真的覺得你懂得讀 我真的沒有 但我是真的完全不懂得讀 《豬》字編的材料我真的不懂得讀 只是猜是讀豬的 那些字真的不會用 所以我都覺得他的豬 那些豬音是不夠多的 但整個故事我覺得看得很舒服 而且最初看到一些畫 比較低廉的 我想著我自己可能不會覺得太有趣 但反而看完我很喜歡這本 特別是他把科技和神怪的東西 融合得不錯 因為其中有一部分 我也不怕極透 其中一部分就是 炎羅王有個特別的科技 就是如果你跟他自拍了相片之後 你可以從他的相片裡 拿回你的技能 這個我覺得挺有趣的 混合了新科技的東西 而且炎羅王一開始的時候 說他起身上班 就是去《亡魂入境事務處》上班 《亡魂入境事務處》上班 然後《亡魂入境事務處》也會有一些廣告 叫人來住 叫人去地府住 什麼地府就是你最想住的地方 這些gag他也會弄一下 然後一些接一下神棍 剛才沒有相機自拍後 獲得能力的功能 其實炎羅王也有很多道具 你看到炎羅王 其實整本的特點就是 我們所知的地府和義和 都是一些比較古式 舊的中國東西 但他就將它全部 或者加上牛頭蠻麵包 他將它變成像現代化 你看到他們做事 都是拿著麥克風和鍵盤 對著電腦去改造文件 就像他們回到辦公室 他喜歡玩這一套 然後到後期你剛才所說的 拿一部相機 拿一部iPad出來塗地圖 全部都在走這個路線 後來你看到牛頭蠻麵的造型 都是很現代的 一個就是穿著牛仔服 一個像公人 一個像西方牛仔 對 他都是玩一些古代 我們覺得是很傳統的人物 但用一些現代的方法包裝出來 我想補充一段就是 牛頭蠻麵和那隻怪鳥打架 其實在打鬥場面都處理得不錯 他打鬥其實相對上是紮實的 我挺意外的 就是這個畫風的打鬥 竟然是這麼流暢和紮實 是挺意外的 尤其是他馬面有自己的技能 牛頭也有自己的技能 牛頭也有自己的技能 牛頭會突然變大隻 其實那個爆炸力和感覺 都在畫面看得出來 是 另外 其實Miu當他們選了一間公司 在旺角老豪坊是有一間店 有間店 其實也有些精品在賣 即是他的計劃是比我們一般認識的傳統廣漫 走得快一點 我們常常說廣漫的精品就是不夠 但他的做法已經是 作品和精品是同時間推出的 反過來想 我覺得有一個缺點 我會看到的就是 小朋友是未必看得懂的 整本書 是看不明白的 我的小朋友是看不明白的 可能剛才所說的 那些字會有少許阻礙 畫風可能有少許阻礙 因為我剛才所說的 他的公仔有Q版 但他用類似仿古 即是扮古的紙去印 可能對於小朋友來說 最初是會有些卻步 而你說那些公仔 我本身就離開了玩公仔 或者欣賞公仔的能力 我都比較低 那我就不留言 是否有趣 其實他出公仔 現在只是出了廣漫的一個公仔 即是說了這本書 在這本書後面是 以我所知 其實牛頭的Cusion好像已經出了 我其實是有點想買 因為我很喜歡這套東西 裡面的牛頭和馬麵 我也喜歡馬麵 牛頭和馬麵 這本書也是很可愛的 因為我們要夾粉 我要馬麵 你要牛頭和馬麵 我不知道馬麵有沒有出 你們不要那麼肯定 好嗎 買個故事而已 不好意思 我先拿回我 man的一面 另外其實如果各位聽眾聽完 我們也有說到畫風比較低年齡 你很擔憂的話 其實網站是免費看的 而且他的Facebook page 也有很多東西看 Facebook也有很多東西看 而他們出版的四個網站 其實他們有三套作版 一口成天五森 高亞馬King 還有一套叫Momo Family Momo Family 其實剛剛出了單本 但是我 因為他簽名會那天 我去不了 然後 我是不知道哪裡可以買 就是浪費 我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機會出去 而 因為我這本高亞馬King 是在OK買的 我這樣 對 但是我去OK看過 那本Momo Family 就沒有出版的 你去OK買的嗎 對 OK買的 你去OK買的 有什麼東西簽名 我去OK買完之後 剛好 大概一個星期 他在三年度搞發佈會 那我就過去 Event 結石人 發工 但Momo Family 那天我就發不到工 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留待一會 我們好像有重錘出擊 重點針對對像出現 有嗎 對 冰之發現了一個目標 那好吧 待會見